8月2日,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美国空军交付了最后一架C5M超级银河战略运输机,这也意味着,C5银河在服役期间最大的一项升级工作正式完成,也标志着美国空军的战略空运力量又一次得到质的飞跃。 C5银河是美国空军现役的体型最大的战略运输机,机长75.3米,一长67.89米,高19.84米,最大起飞重量381吨,最大载重122.5吨,虽然比不上R-225那样的怪兽,但与更常见的R-124鲁斯兰的405吨,150吨相比,差距并不大。 更重要的是,银河都在美国空军的管理之下,他的俄国同行就不一样了,不过别看C5如金河的风光,当初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自从1970年开始服役后,就一直保兽进一大量烈门和可靠性问题的快少。 前一个问题还好说,更换高强度耐腐蚀铝合金,质的心机已变得易解决。 可靠性问题则一直困扰着C5ABC三个型号,对C5的妥善率和出动率影响不小。 但就算可靠性有问题,在C1次妥退役后,C5也是美国空军中难得的战略空运力量。 对它的研究也一直没落下。 1997年,美国空军的一项研究认为,很多C5在经过25年的服役后,机身依然剩余高达80%的剩余寿命。 如果能大幅改进C5的可靠性问题,那么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战略运输机,C5还能服役很多年。 于是1998年,美国空军工运司令部,启动了C5M超级银河升级项目,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负责,对52架C5进行升级改造工作。 不愧是航空工业的专家,洛马公司在经过详细研究分析后,确定了C5可靠性不够的几个主要原因,首当其冲的便是通用电器的TF-39涡扇发动机。 这是一种早期涡扇发动机,设计上就不够成熟。 C5在服役过程中多次发生发动机爆炸事故,好在C5的三发飞行能力也不错,才没出太大的事。 后期随着发动机寿命耗尽,可靠性更进一步下降。 所以在C5M项目中成为第一个要被换掉的。 第二就是航电系统的可靠性,C5的航电系统,是20世纪70年代的模拟信号航电,使用多年后系统老化,故障瓶景也就不足为奇。 尤其是告警系统的故障,时报敌情的情况实在不少,有时在一架次飞行中要遇到多次,着实奇葩。 所以落马将C5M的升级重点放在了新型发动机,新型航电系统和自建系统上。 使用的新发动机是通用电器的F138-G1-100发动机。 这台发动机的风闪直径增加到2.36米,含到比为5.15,净推力达到263千牛。 它本名600CF680CI,被用在波音747-400,卖到MD11的宽体客机上,是一种成熟可靠的涡扇发动机,也使C5M器飞时间缩短30%,爬升率提升58%,航程增加到9723公里。 显然,连C5这么本身性能已经足够强大的战略运输机,都要更换更强大的发动机。 那么中国的运20当然更急迫,目前运20安装的是D-30KP-2握扇发动机。 于20世纪70年代研发,原型是米格31上的D30F6,含到比只有2.42,最大推力118千牛。 比如,日月20的目标发动机WS-20相差倍远。 目前WS-20正在飞行测试中,据称是以探航为基础的大航,倒逼高窝扇发动机。 推力应该在120,140千牛之前,比D-30KP-2千进得多,综合性能至少与CFM56支频。 不过从俄罗斯12476那142千牛的PS-90A-76涡汕发动机来看,WS20至少要达到150千牛以上才能满足要求。 如果换转WS20,那么运20除了能向C5M再爬升帅,起飞时间和航程上大幅提升外,还能降低起降速度,再加上可能的吹气精益增生设计,将使运20增加低速胜目力,能够在条件较差的机场起飞,才真正成为只有战术能力的战略运输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